总统蔡英文挥挥手没有回应 台美关系好是不是靠公关公司 由外交部来回应 不过两岸关系 因为中国突然禁止石板鱼输入 再度引发争议 绿营更把猫头对准 前总统马英九任内签订的ECFA 让马英九超火大 一听到ECFA马英九火力全开 对于党主席朱立伦说 九二共识没有共识 他也决定不忍了 除了前后任总统 两位台北市长热门人选 蒋万安跟黄珊珊也意外再度同台 蒋万安身手要跟黄珊珊握手 但可能是因为防疫考量 黄珊珊没打算握手 两人坚持在空中 最后互相拱手收场 场面真的好尴尬 不过黄珊珊被踢爆 跑市政行程 还带着民众党议员参选人 违反行政中立 公企私勇 顾市长对于议员的执意 也应该要正面的面对 说明清楚 这场有什么误会吗 什么事啊 就是市场派会那个 等一下 等一下 等我一下 像黄珊珊没有正面回应 不过一场宗教活动 有蓝白台北市长人选 还有蓝绿政治元首 彼此隔空较劲 直南宫充满浓浓政治味 欢迎新闻 蔡宇之杨芷玉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 收拾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一 THERE 感谢观看